這些紫色的睡蓮好漂亮喔 然後在這裡還有黃色的睡蓮 哪裡呢?這裡是二子坪 很漂亮的風景 但是我看到一個很棒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哈囉大家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左邊是無障礙坡道 這裡是二子坪 有很漂亮的森林 可是在山上好像很難看到 能夠這樣推輪椅跟娃娃車的地方 然後就這裡可以 我看到這個景象啊讓我非常的感動就一個大哥啊 我是年輕人這樣走路都比他慢他很快步的往前推 推媽媽到他要的目的地 那現在是走一直走會看到剛剛那一個碎蓮跟荷花的地方 你看大哥真的很勤快 比任何人都還快 我看到這邊就想到說哇他回來的時候要走這段路一定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為他是彎彎曲曲還有一定的坡度 那不管去或者是回來都要再走一次 那就這樣子我們就快到那個 二子坪的地方那這裡就是有一個花園一個公園你看 這是剛剛 片頭出現的那個公園這是 你走到最後才會看到 那那個孝順的大叔就這樣陪著媽媽在這裡散步 所以有時候推輪椅有時候讓媽媽扶著輪椅走路 好巧我就在這裡看到了象徵母親的宣潮一定是為他們而開 那他們現在又要往三下走了 我真的曾敬佩 這位大哥 這麼的孝順 然後呢不辭辛勞 好那媽媽我想一定也是很幸福很開心也很驕傲有這樣子的一個兒子 百善孝維仙 很開心在二子坪能夠遇到一個這樣的故事 讓我一直一直的記在我心中 回味回味再回味 拜拜 拜拜 包括